大家好,我是陈法齊师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2022年任人年苦年 属马朋友的运程 若你出生于2014年 2002年 1990年 1978年 1966年 1954年 1942年 和1930年 你就是属马朋友 吉星方面 今年属马朋友有三台 杖星、龙池、三峽 三峽也不是吉星 不过是三峽的太岁 空星有五鬼和官府 属马朋友 今年也算一帆风顺 今年属马朋友 吉星真的非常多 三台杖星、龙池 空星相对少 只有五鬼官府 而且空星是能够被降伏 杖星是足够 将他们控制住 不会造成很大的和害 三峽只不过 和太岁合在一起 不算什么神煞 如果能够和太岁合在一起 三峽也算是关系良好 事事都能够 信心 三台杖星、龙池 表明了你 今年明星 很显 可以显到明星 或者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经常都说 不朝人道 是容財 人雄 自然是非 所以今年背后 闲言闲语 这些都是预料之中 但应该不会构成威胁 而且今年的事运 真的非常好 如果你敢放胆 努力去闯 是一定有成绩的 读书的朋友 只要你肯付出 就一定得到合理的回报 读书的朋友努力 只要今年 你脚踏实地去做 2022年 一定是大丰收的一年 但如果你想用赌钱 赌钱来尽财 始终不是正途 这些古灵精怪 赌钱来尽财 所以我都劝大家 趁好运的时间 可以将自己的事业根基打好 长远之计 依赖赌钱 赌博 让你赚到一年赌钱 那下年又怎样呢 说回今年健康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不过 小心突然间的血光风险 问题也不大 婚姻方面 因为你的名声好显 外务理的人也不少 但因为你气场太强 锋芒不露 真因缘 怕了你的气场 未必那么迷身 所以今年也是 你的气场方面 宜作修炼 不要令到异性太害怕 到比分时间 健康运75分 感情运80分 事业读书运90分 财运90分 一些星运感囊 你随身可以找一些师傅 请一些化小人是非符 可以进一步化小人 对你的运动会更加有帮助 今天回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